嗨 我是今天心血來潮報名的QSearch的Alex 我今天為什麼會突然想要來講呢 雖然說我講的創業跟今天前面講的文學啊 還有一些媒體還有設計真的是顯得粗俗的真的許多 但是其實我會覺得其實在創業對我來說是一種改變的過程 我在真的做創業之前不要說認識在場的這些朋友 我甚至可能就是在我自己的那個小圈圈裡面走不出來 因為我之前在大學的時候其實是一個深科系的學生 那我現在是應用經紀所 大家會覺得差了十萬八千里對不對 那其實這也是因為就是我其實開始要想要創業 那就開始去想自己到底需要什麼東西 自己到底想要哪些事情 那才會慢慢開始去思考自己自身的過程 那其實我稍微講一下為什麼我會開始創業 一開始我們這個團隊就成立起來 其實是為了就是解決一個問題 QSearch它是一個Facebook的圖牙搜尋引擎 為什麼會想到這個東西呢 它其實是我在跟我朋友在聊天的過程中 我跟他說我分享一個很有趣的影片給他知道 然後他就說就是他就叫我們找出來給他嘛 那就是在找的過程中 你也知道Facebook要找過去的東西 你要在那邊慢慢捲慢慢捲 大概捲了幾分鐘 那就是那時候他就只是電話我說 欸怎麼做事都沒有那麼沒效率 然後就是那時候其實順口回他一句就是說 欸那你就做一個收訊給我用啊 然後大家聽到這邊就會想說不會吧 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真的做得出來 對那時候我朋友就說 我就用我的實踐力把這件事情實踐給你看 然後最後這個東西QSearch一個雛形就出來 那當下我被他的時間力所shock到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他一起共同把這個東西繼續做下去 那我在這個團隊裡面負責的事情呢 其實是行銷企劃的部分 那行銷企劃我稍微講一下 我大概在創業過程中做了哪些事情 第一我是去聯絡很多粉絲頁 我就跟他們說欸我有這個粉絲頁 你請你們要不要試試看 那當然一開始絕對不會有人理你 因為你真的是一個nobody 那當有一些就是那種比較就是能接受新事物的那些那群人 那把你的東西寫出來之後 才有就是更多的籌碼去跟人家繼續去談 那在這種就是當你沒有任何資源的情況之下 其實用那種滾雪球式的行銷其實是最有效率的 就是其實還蠻感謝那時候很多部落客的朋友 然後幫我們一直做轉貼 對啊 然後其實在這個過程之中 就是我也開始建立了粉絲頁 然後其實在創業之前我根本不知道粉絲頁在幹嘛 我就覺得說粉絲頁不是就是整天那邊發文啊 整天就是單方面傳遞一些訊息給客戶 可是呢 當你真正下去操作粉絲頁之後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是一種社群媒體 就跟剛才那個講的一樣 它其實是在做一個品牌的經營 然後它還是在做一個社群 那最後它就是 它有三個目的 第三個步驟就是做導購 那其實很多粉絲頁就只是focus在做品牌的經營 所以才會有那種就是 欸怎麼覺得這個粉絲頁整天在播東西 然後可是你不想點它在 然後你也不想去follow這個粉絲頁那些東西 對所以當你真的下去做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說 有什麼東西是不一樣的 跟你過去所想像中的是不一樣的 那就是講一下就是 我Qsearch 我未來會想要做到什麼事情 其實就是跟大家說的一樣 Qsearch其實是在搜尋東西 那我們價值是什麼 我們價值是叫做 為資訊找到一個感性的連結 讓你更輕鬆的可以去追隨世界的脈動 那這件事情呢其實它就像是一個媒體 只是我們不希望說你搜尋出來的結果 是被媒體所壟斷的 因為在台灣你可能focus在一件事情上面 你可能就是 媒體所給你們的資訊 就是佔了你所有可以看到的搜尋結果 你用Google搜尋 每個人搜尋出來都是一樣 就是都是那些東西 可是我會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看到 可能來自於我周遭 我更多方面的意見 所以我們之後會發展出 就是我們搜尋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找到說跟你更相關 跟你就是你所關注的那一群人 那一群人所發布的那些訊息 就是從一件事情有不同 從不同面向去關注 就關注這件事情 可以去發現 不是被媒體所壟斷的那些資訊 那當然就是為了要達成那個願景 其實也是要有盈利嘛 因為就是創業 雖然是為了達成夢想而去做創業 可是其實在那個過程之中 你要想辦法去做盈利 想辦法把這個夢想繼續養活下去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做了 其實像是 To Be A Model 然後也去試著在FryInV上做募資 那我們最後 就是到我們現在 其實在創業的過程中 覺得最困難的一件事情 是將你的價值 導成策略 再導成你的實踐方式 因為你的價值 當你想出來之後 其實你的策略 你的實踐方式都會慢慢出來 可是最後你要把這個實踐方式 轉成就是金錢 其實是 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還蠻困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的夢想跟賺錢 通常都有一個相違背 像夜亮其實應該會有蠻大的體悟 對啊 那我們也做了 就是 一開始我真的很不想做的 叫做粉絲頁的分析工具 因為我們那時候會想說 這跟我們的願景是不是做違背 因為通常大家都會說 創業就是朝著自己的夢想 自己的願景 然後用全心全意的去Focus做這件事情 可是那為什麼我要做一個 完全跟我夢想跟願景不相干的事呢 我們後來 唯一最後做出來的決定就是 因為我們必須用這個東西 所賺來的錢去養活我們想要做的那個夢想 那 就是 就是這樣 那 那 嗯 像 Facebook的分析工具 它主要在找出說 就是 每個粉絲頁的那些活躍粉絲 可是後來想一想 我們在找出這些活躍粉絲 其實是 也是為了說 讓這個粉絲頁可以更輕鬆的去跟這些粉絲做溝通 也許 這件事情真的 並不一定是違背我們自己的使命 因為我們要讓資訊去找到感性的連結 所以 當 就是 你能找到這些活躍粉絲去做溝通的時候 好像也是符合這件事情的這個使命 就會發現 其實在創業之中 當你把你的核心價值確定之後 其實你接下來 你所做的決策 好像 都 都可以 都不會去違背這個價值 即使 在你當下 當下想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覺得說 欸 好像 有點 跟自己想像中的不一樣 那 我大概剩下2分30秒 我跟各位 欸 怎麼了 沒有 我先跟各位分享一句 我最喜歡的話 叫做 Fact it until you make it 弄假直到成真 對 那我可以開放過問題喔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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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el 請問你最近有收到手寫的情書嗎 最近有收到手寫的情書嗎 你知道創業家可以忙到那個什麼 沒時間交女朋友 所以可以開放真有嗎 沒有啦 欸 欸 那個 我想問問一下 你剛才說價值導 導船策略 與時間 然後後面還有什麼 你可以來講一下嗎 喔 剛剛那個我們很沒講 價值啊 就是因為像 大家應該有聽過 就很常有聽過 Tedex有講過一個什麼 壞號畫成嗎 就中間那是核心價值嗎 那他的號就是你的策略 那你的畫成就是你的執行方法 那其實很多人在做創業的時候 都會只focus在想他怎麼做執行 或是最多就想他怎麼做策略 這在我最近在海大看的很多團隊 都是在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先想說我要做什麼 可是我沒有想出說 我到底 我這團隊的核心方向在哪邊 我的願景到底在哪裡 所以其實 我現在如果 就是我有帶團隊 我都會跟他們講說 因為為了要團隊的傳承 因為你必須讓全部的人 有一個信仰 去信仰你的那個壞 包含你的顧客群 包含你自己的團隊 必須去信仰你那個核心價值 那當 當全部的人都信仰這個核心價值的時候 你所產生的策略 所產生的實踐方法 更是能 更是能被這些人所接受 更能讓就是整個團隊 可以更輕鬆的去 就是 去做運行 對 那還有30秒的時間還有問題嗎 欸 剛剛你講價值 導致策略還有實踐方式 實踐方式 實踐方式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東西是什麼 後面還有一個東西 金錢 金錢 你講那時候你這樣 最後 最後要導成金錢 喔 謝謝 對對對 對對對 還有嗎 還有嗎 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 還有人要開放 還有 還有人要問什麼問題嗎 我問你喔 你是怎麼想到你們的價值 就是 未視訊找到改新人員 你是怎麼想到這個價值 喔 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 我稍微講一下 因為我們那時候一開始 這是做一個 做搜尋引擎 那是解決方法嘛 那我們那時候就在想說 我們其實會想要做一個 好像是 不要讓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那時候都有一個 就是很大方向就是想要不要讓一件事情 被媒體所濃動 我們可以看到這件事情的各個方向 從社交媒體的搜尋出發 其實可以做到這件事 可是那時候就會在 開始 因為那時候一開始沒有想到願景 這件事 就只有一個 看似你沒辦法用一句話說出來的夢想 可是這個夢想其實 就是你在分享給大家聽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不會很清楚的能 touch 到 所以我們那時候團隊就 開了一個大概一整個下午的會 就是為了想出一句話 去把我們那一個 大家都想像中的那個 就是圖像 那個世界 去把它用一個句話可以刻畫出來 就是我們為什麼會把我們這樣子刻畫出來 對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